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小公关 今天是8月27号了 目前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展现在你们眼前的这四颗多肉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印象吗 今年的1月2号 我们从小白方里面移到这个盆里的 包括这一颗 这两颗叫桃薰女王 看当时都写了名字 然后是今年的1月2号 这一颗是我们的钻石纹女王 这一颗是瓜宝的冰玫瑰吉 当时它的这一颗姜苗了 后来又重新给它种了一下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看 2月1号 来来来小伙伴们 我们来看一看 2024年1月2号 给他们入住到这个房间里面 当时拍的一段视频 好了 来给你们浇水咯 最近天气很好 我相信你们应该 不出半个月就会长出根系出来了 小伙伴们半个月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们是否出盆了 长出根来了 小伙伴们看到了吗 你们觉得变化大吗 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一颗变化不是很大 这一颗还是有点变化的 因为它这下面已经有了一圈的小头 瓜宝的这一颗冰玫瑰吉变化 我觉得也非常的大 那个时候好小一颗呀 现在 8个月过去了 都已经长大了 这颗还不能放在太阳底下爆晒呢 这一颗我跟你们说特别的搞笑 它这边不是长了好多野草出来吗 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准备拔野草 这个野草还没拔 它自己就先主动出来了 我就说它嘛 怎么不长个子 你们看 都没长根出来 真的是浮了 今天我要把这一颗重新种一下 然后把这里面的野草给它拔出来 瓜宝的这一颗 因为现在太阳非常的大 我先把它放在那个遮阳网下面去 免得把叶片晒伤了以后 就不可一转了 就要等很久才能恢复了 这诗课的那个对比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看 生长的对比图 这样对比下来的效果呢 你真的会觉得 哇它们真的长大了 很震撼 很自豪 很开心 天天看着你不觉得 刚刚它曾经在相片 你会觉得 这几个月 它们也在偷偷的改变呢 现在小伙伴们会不会觉得 桃薰女王这个颜值一般 但是你们还记得 曾经他们刚刚来到我这里的样子吗 多好看啊 那个时候全都是双头 不过呢 我也叶插出来了一颗桃薰女王 它现在的状态真的是 看 跟妈妈比起来 它是真的美啊 我那个时候桃薰女王收到的时候 状态比它的还要好 是那种粉红色的 可好看了 这两颗的话是因为当时 种下的时候控制肥比较多嘛 状态等秋冬的时候应该会好很多 但是你们看它的小苗苗 哇 而且这一颗是我夜叉出来的 我当时还做了记录的呢 去年的7月18号 然后移到这个小白方的 已经一年多了 它长得特别的慢 其实中途它是僵苗了好几次 但是我一直都没怎么管它 没想到 它现在越来越美了 比妈妈的状态还好了 棒棒的 继续啊 我先来给这两颗打扮一下 先给它们的这个枯叶里面的野草 给它扒一扒 趁现在没有太阳赶紧干活 等会儿太阳一出来真的好热呀 现在昆明的天气 我感觉进入夏天了 我每天上楼来拍完视频以后 我就得赶紧下去洗个澡 全身是汗大汗凝凝的 这里有片叶子 给它扒掉 这些花剑的杆子也要把它扒掉 不好看吧 哎呀 其实它们消耗的叶片不是很多 你看 快八个月了 然后呢 这个下层的叶片消耗的并不是很多 这边好像有一些 哇太阳又出来了 我特别开心的就是 我居然叶叉出来了一颗桃薰女王呢 以前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我收到这个桃薰女王的时候 我也扒过它们的叶片 尝试叶叉 但是都没有成功 因为女王的这个叶片 真的是太小太薄了 还没有等它们生根发芽 然后就消耗了 这个拔掉 这个拔掉 下面的叶片都有点穿裙子了 好 这一棵就打扮成这个样子了 这一棵我看看 这一棵还挺好的 依然是一棵大单头 等会儿检查一下 看它生娃娃了没有 你们两个可得好好的长呀 当当榜样 你看你们的娃娃长得都特别的俊俏 这里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杆子 好 这一棵也打扮好了 这一棵的话你看它下面已经长了 一个头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我跟你说到秋天的时候 我要把这五个小头揪下来 跟妈妈他们在一起 好幸福呀 你们三棵桃树女王继续努力哦 这一棵不争气的钻石纹女王 它的这个纹路还是挺好看的 先把这土里面的野草给揪出来 然后这个土不要了 这里面肯定有好多那些野草的种子 你看它这个野草 根系长得比我那个多肉的那个根系还好 好 再来给你修一下吧 来修一下我们重新种咯 你看你都没长一点根出来 你都不给我发一点信号的吗 这样子看的话根本就不像这几个月 它没长根出来啊 我还在想它是不是在集聚能量啊 秋天的时候不用长太大就这样 圆圆的小脸蛋 这里还有一个小崽崽呢 其实你们看它这个地方还是长了一点 红色的毛细根出来的 它长得不多 好我就不拔太多了 行吧走 带你重新给你重新换换土壤 然后种在这个盆里面 来我们还是在这个盆里面啊 麦饭水给你垫底液 小白药 小肥药 控制肥就不给你放了 你就保持你这个状态和猪形吧 这一次你一定要乖乖的好好的扶盆 好不好 看你长得多周正啊 就不肯好好的长啊 小伙伴们你们发现没有 在养殖多肉的这个路上啊 总有一两颗多肉啊 特别的反骨 特别的叛逆 你再不乖的话到时候我给你弄到 我给你弄到那个大通铺里面去 来我们来给你固定一下猪形 这一下蜂蜜吹的话也不会把你吹得到处跑 你就安安心心的把根长出来 好了小伙伴们看 这又是重新给它种了一下 希望它能够茁壮的成长 谢谢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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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